行 再说你儿子 儿子怎么了 我儿子一直高烧不退就检查 就检查医生说是因为脑炎必须要住院治疗 然后住院以后呢 我婆婆就有一天就拿着一千块钱 就过来跟我说 说那个你看你们这儿需要钱 但是呢我借人家钱已经很长时间了 我跟人家说好要还人家那一千块钱 我就心想着 你跟我说这话什么意思 你是陪我要花这个钱还是要还那个钱呀 我就说那既然你这么说 不行你就先还人家钱吧 我当时我一说完以后 我婆婆就笑了 她就说那我就先还人钱吧 我觉得他们家都从事之中 就不拿我当家里人看一样 这倒是多心了吧 那不是自己的孙子吗 是吧 她都在瞎说 自己亲孙子她能不管吗 再说了借账还钱这不千斤地义吗 那你还钱就还钱吧 还说那个还人钱就不能空着手去 那最后把孩子那桌上的水果拎着走了 就拿着还钱去了 行我听明白了 这也不能证明说 婆婆就不把你当自家人 不是你知道吗 还有一次最可气的 就是她都住院了 全家人都没有告诉我 我老公住院了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 我一直联系不上她 然后我才知道 那时候为什么没告诉她 那时候老人还小吗 不是 没告诉她怕她担心 当时出车祸 我去了医院以后 她就是伤得特别严重 然后医生说 必须要做开炉 我就觉得我说 年纪也还这么小 要是做开炉 就是她是吧 对 我就跟我公公商量 我说咱们能不能 那个转市里的医院 因为万一要是县城的医院做不好 你说她以后怎么办呀 她年纪还不大呢 然后她呢 我就这事我跟她说了以后 她就特别不理解我 她还替她父母说话 她们都活这么大岁数了 经历是比她多对吧 再说了 县医院也有过这个案例 也好几次都成功了 再说了 我们也去请专家了 这不是没事吗 对吧 你看她说的话 你现在是没事了 当时这不是我也是为你着想 怕做不好 对你以后有什么影响吗 还不是我上感的上医院 去伺候你 去照顾你吗 你伺候我 那叫伺候吗 扶我一下去个厕所 她就不管了 她一种 说帮我按一下吧 她也不管 她又一直在那 玩手机 打游戏 我要是不管你 你在医院住那么长时间 你能出院吗 你能吃得了饭吗 你要是觉得我照顾的不好 你当时你怎么不让你 我感觉她就是来报复我的 我感觉就是你说的那个月子事 我感觉她可能是记仇了 来报复我的 孩子的房间可以什么都不挂 但是一定不能少了四张这样的地图 她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 她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当然还少不了另外两张儿童知识地图 中国地图 加深孩子对国家各个地区风土人情和人文特征的了解 世界地图呢 让孩子足不出户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 澳洲的代数 南极洲的企鹅 超多的新奇事物 知识地图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历史发展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 孩子一眼就能记住 地理学好了 语文历史的成绩自然也都上来了 наш法治序 untuk共赏 以代 язы景 我们最重要的意见 肯定的ola 市 지역球 simple